大家好,又是我未來 看到我放了盒子什麼在這裏 都猜到我今天想跟大家玩這隻 SHM 上年發售的 應該是11月12月左右發售的 Gozila-1.0 我個人是超期期待的 這隻造型 2023版來的 盒子都頗為之巨大 直接進不到鏡子 很有酒井的韻味 盒子的包裝都很有韻味 原型絲也是我比較喜歡的 酒井老師的作品 以前我喜歡觸角籠子 但現在我不喜歡 也不是完全不喜歡 比較欣賞是酒井 因為他推出我最喜歡的 Gozila系列 我們來話不投機 半句多 直接開了 直接開出來 開出來就是這樣的 裡面的內籠 是沒有任何配件的 就是一隻主體 都繼續開 一隻小小小小事快 一點時間 就好 好 … 然後來看看哥茲娜 這隻哥茲娜老實說 給不到驚喜我的樣子 應該說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樣子真的沒有當年哥茲娜那種霸氣 尤其是眼睛 眼睛的油漆真的很差 我給大家看看 即是可能現在的審美是OK的 當然啦 你們會說 喂 你說眼睛差 究竟是怎樣差呢 等我一分鐘 我拿舊版的給你們 對比一下 好 我回來了 我說這隻新版 差的是眼神 大家看看 眼神新版是這樣的 而我找回我目前買了一隻 就是這隻八九版 其實最美的應該是九一版 看到嗎 這隻眼是玻璃珠的構造 舊版的 那些類似玻璃的質感 很明顯 這裏的嘴是可以完全貼合的 然後來看看新版 新版 新版 這隻 我不知道是我中獎 還是它設定的問題 這裏的眼神 就是前面 有點嚇不來 這隻眼神 反而我給到另外一個驚喜 就是背棋 背棋是做得真的挺漂亮 這裏的有點尾了 不知道它是 扎尾了還是什麼 那條尾都是標準的 CID構造 網上都有人開箱 就斷這些背棋 我這隻 目前是沒有 但都不存在 不是 但都存在是有問題 好像是角扎了 但是我接受的 那手的那裏呢 左右靈是沒有問題的 可動性其實是差了 這隻的 哥寺牙 平舉OK 這些只是標準的 國際慣例的動作 那就是腳 腳的可動性 反而比舊版的高了 還有這些指甲可以 拔開 就大概這樣了 那這一種可動呢 在舊版的哥子拿 是很少見的 我給你們看看 八、九版 首先這隻腳 它舊版是 不可動性的 不可動性的 那隻腳在這裏 這樣可動性 絕對的幅度 沒有現在的新版 這隻大 手的可動性其實差不多 我反而覺得 這隻 舊版的可動性 是高於新版 大概就是這樣 尾巴也是用了一些 一節節斷開的關節 都是哥子拿的標準操作 都是哥子拿的標準操作 來的 大概就是這樣 漂亮呢 我是覺得真是漂亮 但是 值不值票價 你們要看 所以這隻 一發售由1300元 跌到我入手的時候 好像六百多港幣 真的 很大價差 撇除這個問題 其實這隻就沒有什麼缺陷了 玩了那時也知道 是沒有配件替換的 那好吧 我們今期視頻到這裡 下期再見 拜拜